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你們的節目主持Henny 還有我阿朗 本來上個星期應該有節目做的 但一個不幸小弟又弄傷了自己的手 於是失去了上一集又沒辦法 又順延到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適逢又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大家都會看到我們的節目主題就是又到母親節 相信我們應該都如果往後的時間都會再做樂器迷的節目 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母親節 總之有沒有這麼多電影 其實很多是母親的電影 其實我們今晚講的三部電影 其實有兩部都是今年香港做的新戲 今晚有三部都是跟母親有關的電影 事不宜遲 去第一部電影 今晚的第一部電影 這部就真的厲害了 年頭一來就拿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 斗室 這部斗室呢 就是 改編自 是小說改編來的 本來就是 這個故事就是有關於這個少女 Joy Joy在17歲的時候 就被一個叫做 老尼克 就是老尼克的拐子 握走了 甚至乎是 將它禁錮在一間 房子裡面 所以這部電影的電影 也是一個英文單詞 ROOM 在這個ROOM的空間裡面 Joy被非法禁錮了 足足七年的時間 這間房子裡面 甚至乎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門 還有一個 天窗 天窗 那個天窗 就是 就算是遙命 那麼高 也沒有可能 碰到的一個 位置 所以 Joy在這七年裡面 飽受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這七年裡面 Joy遇到的是 被強暴 和性虐待 不單止是這樣 他在這七年的時間 但期間裡面 其實他也是為Onic 生了一個兒子 叫Jack 雖然 Jack在這個 惡劣的成長環境底下 但是 他也算得上 很快樂地和母親 生活了四年 在這部電影發生的時間 其實就是 剛剛在 Jack兒子 五歲生日之後 是很好的事 剛剛顧了五歲生日 剛剛 阿Joy呢 也都很清楚一點 就是 當Jack呢 他年紀越大的話 他對外界的好奇心 是越來越不受控制的 是會 就是 都明白的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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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 就是 有些聽眾 是在做母親 都會知道這一點 於是 阿Joy呢 也都知道 這四年 是 為了 為了 令到 自己的兒子 生活得開心 一點 沒那麼 沒那麼辛苦 的情況之下 是 用了一個比較上 童話的方式 去編織 一個謊言 說這個房間 其實是一個世界 等等 的大話 但這個大話 始終都會 包不住 於是 阿Joy就想了 這個逃脫的大計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這個故事 到了中段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 逃離了這個地方 但是在半部戲做的時間 就是講述 阿Joy在逃脫了 這個地獄之後 怎樣去 面對 現實的生活 是的 我想大家都 會 知道一點 就是 其實被人禁錮的時候 最想得到的 就是 自由 而 花了這麼多 心血和 心機 終於都得到自由 但是他們 這個當事人 是 反而 覺得辛苦的一點 就是 因為實在 太久的時間 沒有去 接觸 這個外界 這個社會 於是 其實 現實是一樣 最難去面對的 事情 因為你始終是 和外界斷絕了 連續十七年 就好像 一個 深山野人 好像 七八年 於是 會變得很怕人 前半部 大家如果有看過這部電影 都會看到 Joy對 Jack Jack 是 有無微不至的 照顧和無愛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都會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 Jack 在這個童年 就是 香港很多小朋友 都可以 在童年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玩 跟外界接觸 除了很多功課 做 那些 這個另類 是的 另類了 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 Jack 表面上 好像比起很多小朋友 都更加 大家知道 成長環境 是不完全的 因為 他沒有朋友 他每天都對著他媽媽 但是 Joy 都起碼盡力地 給他一個 快樂的成長空間 但是 當Joy 回歸了自由之後 就反而 對於 這個窮追不捨的傳媒 是毫無法指的 甚至乎 是被質疑 糾結於 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當初 是生了Jack仔的時候 是送走他呢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 如果當初 你肯送走Jack仔的話 Jack仔會不會 有一個更加 快樂的成長環境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掙扎 Joy 他出到這個 現實社會之後 他一來就是 面對很多的傳媒 去問他 他這個時候 就很質疑 其實他有少少想 自己的決定 當時 到底是正不正確的 是 第二就是 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麼久的時候 他在想 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好像 世界欠了他 覺得有少少 都對 也是 另外就是 覺得 他身邊的人 其實不再需要他 他都可以生活 例如 他父母 這樣 其實 他們的環境已經不同了 還有 沒有了他 沒有了阿Joy 他們仍然可以很快樂地生活下去 相反 小朋友 他反而是 對於這個世界的適應 是很快的 雖然一開始 小朋友出到他的時候 他的反抗力比較大 是的 因為他是 除了他媽媽 還有這個拐子 奧奧奧之外 是的 他是一個外奸的人 都沒有見過 他對外奸的認識 只有一個媒奸的人 就是電視機 是的 對他來說 那個世界就是 房間這麼大 但出來之後 他面對的東西 是更加多 他接觸到的資訊 更加多的時候 想不到 小朋友的適應 原來是比大人更快的 是的 這個 也是一個 挺意外的一件事情 還有 剛才說的這個 自由和無愛的矛盾 這個問題 其實 這個 這個外奸對於Joy的質疑 其實 的確是對於局外人 他們是一個局外人 始終Joy和Jack仔 才是 自身於事內的局內人 在局外人的眼中 的確是因為美國人 美國人當然是崇尚自由 但是美國有很多這些 拐大案 拐大 禁固事件 噢 也很多 也不可以說 這個國家 100%都是政治人 是的 那 是的 那 那 就是因為這些局外人 在他們眼中 自由是很重要的一點 於是乎 亦都是令到他們認為 當初 Joy應該送走Jack仔 而不是 要Jack仔陪他 一起被人 受禁 即是 在局外人眼中 影響小朋友 心智這樣 是很容易的 嗯 至於小朋友 經常被人說 腦筍還沒生 等等 那 那 那 一些的觀念 令到他們都認為 如果 Jack仔一直都不 去接觸外奸的話 那 就會 出來的時候 極難適應社會 嗯 其實這一點那裏 今年我覺得這個最佳女主角 真的沒有給她 沒有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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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演得不好的 這個角色 但Jack仔他都很好戲 真的 真的想不到 邪惡看的時候 我反而 Deserve an Oscar 他都值得的 其實 但好像沒有 見過一個十歲的小孩 可以 提名書籍 好笑 有個女生提名過 是不是說 Anna Paquin 我忘記了 共和別戀 好像是嗎 我忘記了 那年是最佳女配角 都是女配角 但是 如果大家會看這部 《斗室》這部電影 都會覺得 兩個主要演員 在對於這個 心理掙扎 這方面 絕對是 優勝的 這部電影 如果你是從小孩的角度去看 或者你從媽媽的角度去看 甚至是從一個 社會的角度去看 我也覺得是一套好看的 是啊 其實呢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前半部的視角 是比較偏向 Joy多一點 雖然也有很多 因為Joy是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前半部是小孩有很多 因為他有很多獨白的位置 但出去之後 你反而拍到媽媽的內心 比較多 都可以 總之是有一個互換 一個時點 是有多少 是的 那個轉換很明顯 是的 但是在觀影過程 我相信 觀眾 雖然可能會 因為節目主持人 問剛才的問題 而令到 可能會有少少疑問 就是 其實 Joy當初這樣做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但是 我相信 一直看的過程中 觀眾 是會為Joy那一方 為站台的 是的 剛剛 一直都說 Jack仔 是 初期怕生 但是之後的發展 跟外婆 新朋友等等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是的 從一個小朋友的角度去看 成長其實就是 不斷地去 衝擊自己的價值觀 是的 不單止 是這個 Jack仔 在成長 其實 連母親 Joy 也是在成長 是的 所以呢 到了最後的一段戲 就是 當 Joy 其實本身是想自殺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都欠了自己的兒子 其實 這幾年來 但是 當自殺失敗之後 終於都領不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跟兒子說 I'm not a good enough mom 即是 我不是一個好的媽媽 但是 但是 他的兒子給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精靜的一個對答 就是 But you are mom 就是 你 但是 畢竟 畢竟 畢竟你也是一個媽媽 其實這個 其實 也可以說是 畫龍點睛的 這個對白 其實是 就是 做母親 不單止是工作 其實也是一個 永遠都寒移的課題 沒有人一生出來 就知道自己 是可以怎樣 做到一個 完美的母親 始終是 人沒有原因的 其實 這部電影 我當時 看了兩次 你看了兩次 我以為你只看了一次 不是 我當時自己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部電影 我要跟我媽媽看 然後第二次 我跟我媽媽去看 然後我想 到底他會在哪個位置開始哭 你會計算到你媽媽會哭 很難不哭 我覺得 很厲害 你也計算得很準 不是 我沒想到 原來很早他已經開始哭 他在極早期 那裡 那個 那個小朋友發脾氣 那裡 他已經開始哭 是很早 但是我覺得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去看 如果是 可能見到自己這小小影子之類 或者可能會 感受又會不同 我們作為兒女看的角度 和母親看的角度 都會不同 是的 可能母親看的就是 由這個母愛的角度看 而我們年輕一點的 就會兩方面都看 甚至乎可能會側重 就是 到底自由和母愛這件事 母愛這件事 母愛這件事 就是 當一個女人多數 就是生小孩出來之後 其實 都是有一種 做母親的 叫怎樣 天性 可以說 那 但是 其實自由這件事 都是 一個叫 對外灌輸的一個觀念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 多少 應該是相負相成的一件事 是 最後說一點 就是完全離題 這些是純粹搞笑的 我覺得 各位觀眾聽完之後 當笑話這樣算了 當時 和朋友看完這套戲的時候 不是和母親看 第一次和朋友看的時候 看完之後 我們在討論這套戲 我們在討論 他裡面的房子 大到可以跑步 可以做運動 廁所 床 什麼都有齊 其實他裡面 而且他挺一應俱全 挺屈指的 麻雀衰小 你是不是在想 如果這間房子 放在香港的話 對 我可能拍一間深水埗 劏房 廁所都沒有 真的只有床位 還慘 我們這樣說 不過純粹搞笑 覺得這個怪子佬 其實很蠢 應該把他斬開幾份 把他租出去 對 還要最後被拘捕 真的很蠢 對 可以打橫再打直斬 總共可以出到八間 哇 想不到這麼有生意頭 好了 今節說完這個 《斗塞》之後 間場的阿朗 到你介紹 首先我選了這首 是一首rap的歌 我想讓大家感受 多些不同的音樂 這首是Carnier West 剛剛出了新碟的Carnier West 一個很出名的rapper 對 他有一首歌叫 Hey Mama 這首歌 一聽就知道 是送給媽媽聽 對 其實當時他媽媽過世 當年他媽媽剛剛過世 然後要出席一個音樂節的時候 他唱這首歌 哭到Viva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哭 跪在地上哭 你猜不到一個 他還唱到 如果大家留意新聞 你會看到 這是一個 挺奇怪的音樂人 但他竟然有這個感性的一面 當時我聽這首歌 都挺感動 都被大家欣賞 大家聽一下歌的電影 然後回來講第二部電影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講完這個《斗塞》之後 我們就來到第二節 反而第二節 反而是第二節 講新戲 反而是 因為這一部 將會是 今個星期才上映的 其實 早在今屆的香港國際電影節 其實已經是 其中一部剪影的電影 來的 講這一部 就是一部意大利的劇情片 中文名 香港譯名叫 《道盡我媽媽》 咦? 我們昨天已經講過 《論盡我媽媽》 今次這個叫 《道盡我媽媽》 她的名字也有 是的 這個導演 就是 Nanny Moretti Nanny Moretti 其實 在歐洲影譚來說 都算是相當出名的一個導演 她是自編自導自演 三人都皆能的一個 一個 就是 影人 是的 這個人 多少歲 我沒有仔細研究過 她一定過50 一定過50 是 我肯定的 她 她本身都是由演員開始做 然後 類似《佐治古尼》 她沒有 《佐治古尼》起步 都不算早 其實她做過 但她很早已經可以自己 三樣東西都做齊了 她自己很早已經 是的 那 今次 Nanny Moretti 也是 在這部《道盡我媽媽》裡面 其實也是寫主角 是一個導演 她自己也有份演這部電影 不過 Nanny Moretti 她自己就不是演導演的角色 而是交給另外一個 另一個女演員就是Margaretta By 即是 這一張截圖 右手邊的女士 而Nanny就是左手邊 一個導演的哥哥 那 這部電影裡面 就是作為導演 就是 她寫主角的角色 設定是一個導演 當然也會有一個 導演要跟劇組拍戲的故事線 除了這個導演 除了要拍戲之外 她還要照顧她身邊一個 已經病危的母親 已經是 因為心臟有問題 已經去到一個 末期的階段 都差不多 即將要過世了 那 於是這部電影 就是圍繞著導演 Margaretta 和母親 和她哥哥 和Margaretta 一個快 不是快 應該說 已經是一個 球學階段 又是青春期的少女 這個故事 就是一路 幾線並行的故事 Nanny Moratti的電影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 源自自己的生活 它很出名的一部電影 其實 都十幾年前的一部 叫做《兒子的房間》 這部電影很出名 所以都是令到很多歐洲影壇 都 可以說是寵兒 當時來講 Margaretta 令到她變成 那 怎樣源自自己的生活法呢 就是 其實這部電影中 有很多東西 都是跟著 Nanny Moratti 她自己 真實生活的 對照 例如片中 病危的母親 是一個 退休的語言教師 而現實 Nanny Moratti 也是一個 退休的 教拉丁文和希臘文的 都是教拉丁文 對 都是教這個語言 現實母親就是這樣 還有 為什麼會拍這部 這部 道盡我媽媽呢 就是因為 其實在2010年 當Nanny Moratti 正在拍另一部電影 叫做 《教宗不見了》 那段時間 她媽媽就過世了 於是 這部電影 可以視之為 是 當她是對於 世去了 媽媽的一種 叫 怎麼說 協救 拍出來 可能是 一種這樣的想法 而片中 有很多 一些段落 照顧 母親的 一些細節 其實也是 對照回她 真實 照顧她媽媽的過程 寫下的很多點滴 其實都是說 很多細節 甚至乎 開場有一段 導演拍完戲 想買外賣給媽媽 然後發現她哥 就是Nanny Moratti 這個哥哥 自己住了晚餐 於是 自己偷偷地 扔了自己買的外賣 其實這個 極有可能 其實是Nanny Moratti 她自己照顧媽媽當時的經歷 所以其實看的時候 亦都會 特別 會覺得 有些共鳴感 雖然我們的媽媽 都還未查到 要被照顧的年齡 但當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 是有多少 深酸的感覺 這套戲裡面 她將自己的角色 即是自己本人 投射在女導演那裡 看的時候 其實 一開始 一邊看 我一邊覺得 這個女導演 真是很不討好的 這個角色 即是其實她 一個 又容易發脾氣 又 有些控制肉 接著 她 面對母親的時候 她有時候 即是偶爾會發她脾氣 甚至她媽媽 可能不順她的衣 即是自己想著開車的時候 她特意撞爛保車 這些其實我覺得 很認真的 所以整個角色 我一直都覺得很不討好 但是呢 我看到後來 我覺得這套戲是一個 真是導演她自己 發自內心的一個 對著她媽媽的一個道歉 一個的懺悔 一個的懺悔 甚至是不想了解的 有時候 但是到後來 她在其他人的口中 例如在她哥哥的口中 在學生的口中 慢慢她知道更多她自己媽媽的東西的時候 好像 那時候的感覺又有點不同 那時候覺得 我好像從小到大認知的媽媽 都不是這樣的樣子 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媽媽做老師的時候 她做了什麼什麼的 原來是有這一面 她一直都不知道這些 整套戲是很克制 克制到冷靜到 就真的是很發自內心的一種懺悔 對 剛才就是學阿朗這樣說 把自己的工作都寫進去電影裡面 其實這樣 相信 現代的電影來說 這種方法是絕對不可見的 經常都是的 甚至乎是很多自編自導展的一些導演 就算演自己的話 其實很多這些導演都少不免會 會奪起一個叫光環 即是會展示給大家看 我在拍一部電影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是拿著 即是大家都知道 拍一部電影 在片場裡面最大的的是導演 於是其實導演的大能 很多時候很多導演都會 笑不免地會拿這一點來去 一種做一種叫自嗨 可以說 但是這次Nanny Moratti 就沒有為自己的角色是大光環 他的角色都是由另一個演員演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 所以他的寫法就是 就好像阿朗所說 整件事很克制 甚至乎這個導演是會真實到 會到處發脾氣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很true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道歉 他跟他媽媽說 不好意思我以前經常這樣 甚至乎這個導演是要面對 一個大排演員 John Turturro 飾演的一個由美國來到意大利 拍戲的一個美國演員 說常常吹噓自己 是跟Stanley Kubrick 一起合作過等等 其實是屎氣到瘋的一個演員 但是Nanny Moratti 這次寫導演的角色 反而是不帶光環之餘 甚至乎更加多的時間 寫導演的角色 心裡面是很困擾的 當然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因為要照顧阿媽和拍戲 兩個過程都是不信心的 於是乎小不免會有煩躁 但是這個煩躁的過程中 其實Nanny Moratti 是故意將這個寫法來去 自我反省的 其實是一種 不單是協究 他在反省他自己 那麼多年來 在做導演 甚至是做人 做人家的兒子 這段時間 對自己家人 對自己媽媽 是有所虧欠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和阿樂 都想介紹這部戲給大家看 就是 這部戲其實是一部 相當之 克制的一部 但感情很深的一部電影 還有一個角色 除了在這兩條故事線之外 還有他女兒的故事線 就是當然 Margaretta 就是這個導演 作為一個母親的女兒 但是她其實也是人家的媽媽 所以呢 這個是 笑不免也都是 有多少一定程度的 一個叫 中年的焦慮 他也是有多少 我覺得是 當然也是 Nanny Moratti 他自己在電影裡面 反射現實的寫照 所以這部戲 難得一個導演拍自己 不自騙 而是自省 這一點 我覺得是相當真誠的一點 近年都比較少見的一個例子 另外就是 現在大家在平田光幕上 看到那個老的母親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戲 真的很好戲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戲 他扮到那種 老了有少少神之不清 癲癲喪喪的那種 癲喪喪 即是怎樣說迷糊呢 我癲喪的 不是癲喪 是迷糊 做一些事情好像不太清楚 然後那個人是 怎麼說 汪汪噴噴的 是的 因為暴入晚年都差不多 開始那個人有少少混沌的狀態 還有一些小的動作 例如他有一部分是 他很堅持要自己抄下那個藥是什麼名 那一部分我很深刻 那一部分你會看到 他戴著眼鏡 不是很理會兒女 他很想自己去完成這件事 但其實他的能力又不是很舊 那一陣子 你會 我自己看的時候這一幕 都很感觸一下 覺得真的很厲害 是的 叫 怎樣說 想孝順父母 但是太遲 我忘記了那個 處獄正義 方不息 子獄養而親不住 對了 就是這一點 就是這種遺憾 所以這部戲 就在今個星期 都算小規模上映 因為這部始終都是歐洲的劇情片 但是如果大家都想 在母親節的時候 和媽媽看一部好的電影 我們兩個都絕對推薦這部 《道盜盡我媽媽》 給大家看 這部絕對是值得推薦的 好了 介紹完這部《道盜盡我媽媽》之後 是時候 聽聽歌更長 現在選這首歌 一首反差很大的歌 是來自一隊經典的金屬樂隊 重金屬樂隊 Metallica Metallica 雖然你想像出來 Metallica 當然是叮叮叮叮叮 很重金屬 很搖滾 但其實 主音他之前作過一首歌 叫《媽媽說》 都是寫給他媽媽的 就是說媽媽說什麼 媽媽說什麼 這首都是一首 主音懺悔的一首歌 也是因為他媽媽過身 是否過身 我不知道是否過身 這個我沒有詳細研究 但應該過身 因為Metallica也很老 這首歌就是 主音當時寫出來 是用來懺悔 風格其實很不同 跟我們之前的 Metallica一向都是重金屬的歌 但這首是一首 很芭蕾的歌 就是一首比較奮奮的歌 大家都可以欣賞一下 另一面的Metallica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 我們今晚最後一節 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最後一部電影 啊 介紹了一部電影之前 其實我想問阿朗一個問題 什麼 就是你做了二十幾年人 你有沒有試過對媽媽說過 一些很瘋的謊話 我想問 什麼很瘋的謊話 很瘋的 或者問 你對媽媽說過最瘋的謊話是什麼 瘋的嗎 想不到 突然 你呢 你呢 我大把 很多瘋的謊話 在這裡不說出來 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謊話是可以瘋的 瘋到關乎這個國家大事 怎樣 這部電影呢 是2003年的香港叫快樂的謊言 但是呢 如果跟很多戲迷說起這部電影的話 其實都會直接叫這部電影的英文的譯名 直接轉回來 就是叫再見列寧 是 這個故事呢 剛才說這個謊話有多瘋呢 就是關乎這個話說 就是1989年 如果有屬歷史也知道冷戰是否打完的 當時的這個 德國是在冷戰時分開了兩邊 東德呢 就是這個 共產陣營 西德就是這個 資本主義的陣營 德國就被柏林圍牆一分為二了 話說1989年冷戰未打完的時候 男主角一個 如果在現在現代 近年 不是近年 近年 我們經常都說 可能這個男主角是一個 灰青 一個粉青來的 Alex上街遊行的時候 被警察捉了之餘 甚至打了一窩 被人打了一窩 都不算是最大窩的 而是他被警察打窩的時候 被他的媽媽在街上看到 他媽媽還要是一個單身的母親 於是他媽媽甚至嚇到暈倒了 當我媽媽醒來的時候 這個柏林圍牆已經是倒了下來 所以當柏林圍牆倒了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知道 德國已經是統一了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 整件事都統一了 整件事都 對於一個 因為他媽媽長期是 在東德的社會環境下 可以說是深深地擁戴著 這個共產主義 對於一個 講到這麼被 共產主義 影響得這麼深的人 突然告訴你 其實柏林圍牆倒了 要變成一個信奉資本主義的人 當然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看著柏林圍牆倒了 當然不是好受 但最嚴重的是 他媽媽正宗地睡了沒看 睡了沒看 請問現在東德和共產黨蜘蜘蜘的世界 就是這樣 睡了沒看 對呀 真的睡了沒看 因為阿里斯也很清楚一點就是 如果她媽媽 應該是媽媽醒了 但如果她媽媽再受到任何的刺激 而暈倒的話 其實已經是永別 所以阿里斯又決定 為了不讓媽媽再出事的時候 就想了一條很癡善的屎巧 就是我剛才說的一個很癡善的謊話 就是總動完全家和自己的女朋友 去編織一個東德未死的謊話 怎樣去編織這個謊話出來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 她是會幫她的朋友 她同事沒有記錯 她在工作的同事 她在一個攝影棚裡面 扮演這個當時共產社會 當時東德社會 會播新聞的報幕 整個報紙彈這樣的東西 於是就出現了以下這個畫面出來 就是在那裡扮演這個 報共產新聞 扮演這個東德還在的時候 會播的新聞模式 這個是其一 第二就是把一些已經在冷戰完結之後 已經停產的一些罐頭的業菜 復活她 甚至不適要去問鄰居 甚至乎走垃圾堆收拾 都有 總之要令到她媽媽相信這個東德還在 在這個 已經在德國同一的情況下 要她令到她相信 德國東德還存在 不但未臨 甚至乎更加晶晶日常 在新聞裡面 甚至說 其實東德已經開始在 滲透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對她媽媽聽到很開心 對呀 很棒的 甚至乎 去找回一些 因為如果一個國家一分為二 分開了兩個角度 在貨幣上的政策也會分開 那當西德統一回德國的時候 當然東德的貨幣也會被廢 即是廢紙來的 但男主角Alex就是非常之不 很瘋的 是要問人去很揭力地去找回這些 已經變成廢紙的貨幣 好像軍票那些 即是找回以前的日本軍票 其實如果找回現在的日本軍票 會不會很有收藏價值呢 不會呀 有些阿伯有很多 年年未去抗議 哦 變成廢紙 變成廢紙 我以為股東都會很值錢 不是 對於觀眾來說 應該沒有一個謊 是可以瘋什麼 我相信 阿朗 你看的時候有沒有看法 除了你說這些 還有一些挺有趣的 例如有些外在的 它未必能阻止 例如窗外面 可能有人掛很大的可口可樂廣告 那它阻止不了 因為可口可樂是美國人生產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所以他剛剛問 為什麼這些資本主義的 會突然在我面前出現 這個其實都是一些 當阿歷斯在為他編織邦然的時候 你說得謊 當然會露出馬腳 有很多馬腳會露出的 但這套戲 政治得來 又不是很政治 而是一個很小幽默 應該說是 其實就是 關乎一些國家大使 就是政治 等等 政治和歷史 但是它是很通俗 通俗很可口 很幽默 而且也是 不乎一些對時下的政治的諷刺 所以 還有 就算是大家 如果有些觀眾 不喜歡 這麼多政治元素的東西的話 其實 你當是一部輕鬆的笑片 也可以 是啊 還有主角 他真的很為心 很盡心盡力為阿媽去創造這個世界 我這樣說 可能有點誇張 就是其實將他跟我們說的第一套戲 Rome 這個抖濕比 其實都 相似 反過來說 Rome就是母親為這個 兒子去創造一個好的生長環境 是啊 而這一部 快樂的謊言 就是這個 做兒子 為他媽媽 盡心盡力去搜羅不同的東西 去做一個 他理想的世界 是啊 就是因為 他媽媽可以說 是為了這個 一個共產信仰而生的一個人 已經是 那 當然 沒有什麼 就是做兒子的 沒有什麼 可能 除非他媽媽真的對他很壞 對不對 但是 阿歷斯的父親 其實就 在他 很早的時間 已經是做了叛徒 有幾叛徒化呢 就是 從東德那時爬牆走去西德 那 於是他媽媽 可以說 對於這個資本主義 就是 本來 是一個東德人 就要 歸順共產主義 之餘 甚至乎 被他老公這樣拋棄的時候 有什麼理由 不對這個資本主義 是這麼心痛惡絕呢 對不對 所以 於是在這個環境帶 他湊大了 這個 阿歷斯 和他一個 忘記的姊姊是 定妹 所以 當阿歷斯 在這段 就是 為他媽媽 就是一直說謊 騙他媽媽的過程 是 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你會看到 阿歷斯是 反而在這個過程 就是騙他媽媽的過程中 是找到快樂 但是 我們經常說 什麼是善意的謊言 其實 我相信 世間最善意的謊言 我相信 都莫過於此 這個已經是 當然 謊言 怎麼都是 剛才我們都說 怎麼都會有路出馬腳的時候 所以 當你看著阿歷斯 這個做仔 是怎樣 見招 拆拆拆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 已經足夠鼎印去看了 這部戲 所以這部戲 最經典的一幕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都一定會對這個場面 相當之深刻 這個被拆的列寧像 為什麼會在我面前飛過呢 列寧不是最偉大 最不可動搖的人物嗎 對不對 但是當這個故事越深入的時候 大家看這部戲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 東德和西德 一個共產 一個資本主義 兩個意識形態的 一個對立 衝突和反差 而 當阿歷斯在編織方言的時候 都在這兩個 意識形態的反差 都一直製造了很多少鳥出來 但是 一直看下去的時候 大家開始會覺得 其實 不單止是在製造少鳥 其實這個導演 反而是在 在懷面一個相當之有趣的一個年代 雖然是一個對立的一個時候 但是其實在那時候 很多生活上的小季節 都是一個相當之 就是對他來說 是一個津津樂道的時候 對啦 所以這部電影都可以說 除了是拍你怎樣去愛吃 你媽媽說一個謊言之外 其實都是一個懷緬年代的一部 好電影來的 沒錯 所以這部電影絕對是 值得推介的 這部電影其實都可以買到碟的 在外面周圍都找到碟 這部電影叫快樂的方言 大家都到處可以找到這部電影 我們看一下 今個星期的母親節 今晚講的這三部電影 又有新 又有剛剛好 應該都出了碟 我想《斗室》應該都已經是 這樣我不知道 我想《斗室》應該都出了碟 就算不跟媽媽看電影 就算 自己看也好 自己看也可以 跟媽媽看也可以 又或者 跟爸爸看也可以 跟爸爸看 跟爸爸看母親節電影 好像有點奇怪 希望大家都可以 趁著這個母親節的時候 去 多點回去陪媽媽 又或者回去喝湯 做得外面做得辛苦 都可以 一年都不景致得一次 不然的話 就 剛才第二節這樣說 始終媽媽都會老 我們都要 幾忙都要抽出時間 去陪伴家人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今晚的母親節主題 來到這裡 話說 今集又到母親節 但其實 今個星期之後 下個星期 又一個一連一度的日子 F5終於按到那天了 對 我們經常都說F5 F5等等等等等到佛誕 大家不用等了 就是 下個星期又到佛誕 於是下個星期 也會有三部 和佛教的電影 和大家一起講一下 三部來自不同地方 一部 泰國可以像Sara 色界 泰國還是印度 忘記了 總之 東南亞 那一部 有種例題 這套色界 不是梁前衛和湯圍那一套 是更早一點 這套色界 第二部 就是 杜琪峰和韋家輝 銀河影像出品的 《大隻佬》 最後另一部 這套 就是胡金泉的《空山寧雨》 這三部電影 如果大家有看過 或者又想看 聽一下介紹 都不容錯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今晚最後要播的歌 說真的 我們母親節 送給母親的歌 我們剛才那兩節 都是播英文歌 我們不可能不播一些 地方的東西 如果關於母親節 又要地方的歌 我相信大家都想起什麼歌 應該已經是 《福之六出》 不用大家 《Beyond》的《珍迪愛你》 以前小學音樂書也有唱 我那時候有 我記得初中的時候已經教了 我小學音樂書也有 我記得這首歌 這麼棒 小學已經教了這首歌 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